主席,各位委員,大家好 我在這邊代表開發單位,博德開發有限公司進行經驗檢報 今天檢報總共分成六個部分,等下會一一二的報告 這個案子原本的部分是在99年的時候我們提送進來的 99年12月的時候我們進行了第一次環境檢蘋果的審議 那當初審議了以後,因為當時的一個量體的問題,所以當時的決議是說等都市設計的鼓勵使用開發許可 評議委員會,評定量體以後再進行這個環評的審查 那之後呢,我們在100年2月7號的時候召開了都審會議 那都審會議裡面又決議說要等樹木保護,樹保的一個會議,確認以後再提送審查 可是呢,在99年的時候,我們環評審查的同一天,我們同一天也是樹保會議的審查 那那天裡面又決議是說應該要等配置確定以後才能提送這個樹保的計畫審查 也就是說這三個計畫本身是互相,這三個計畫的決議互相本身是有衝突的 那在100年的時候呢,我們跟市府這邊召開一個履約管理一個專責小組的會議 那最後的決議的話是說,這個本案的審查順序是先宣布審,然後最後是環評 那這個案子它本身呢,是在福德地區,信義區的一個福德地區 那它原本是一個廣時博愛院跟福德品財的部分 基地的面積大概是六萬五千平方公尺左右 那這個基地呢,它本身包含了三個土地使用分區 包含了社會福利用地,然後第三種商業區,以及道路用地還有公園用地 那其中道路用地這個部分呢,以目前的線路來說的話 這個道路的部分已經被市府這邊已經批建完成了 就是我們這個第四張圖的這個,第四張照片的這個部分 那這個基地呢,我們把它分成北基地跟南基地 北基地呢,就是北邊,這邊的話就是所謂的社福用地 那包含了一些社福的機構 那南基地呢,包含了公園用地以及商業用地 商業用地的部分主要是作為旅館以及一個商辦大樓的一個使用 那公園用地的話就是公園 那地下是會作為一個公園的公有地下停車場 那整個這個建築計畫呢,我們把它照為列表 那這個部分請委員做一個參考 那我們在整體規劃上呢,我們在北基地的部分 我們把它,因為這個部分是未來屬於一個老人他們在使用的部分 所以我們把它定義為一個比較靜態的一個區域 那我們的步道以及直在號,我們用比較零散的一個形態來設計 那南部的話,我們把它整合成一個比較大面積的廣場以及綠地 來形成一個整個比較動態的活動空間 那未來可以跟我們的一個捷運 然後做一個動線的結合,人形動線的結合 那同時我們在公園裡面 我們在南基地跟北基地中間 我們中間的那個計畫道路 我們當時的規劃其實是有退縮這個領印帶的一個設計 那這個基地裡面,當初我們在做調查的時候 發現總共有704株的一個橋木 那其中有14株的橋木呢,它是屬於受保護 達到受保護標準 那這14株的受保護標準的數目呢,我們在規劃的時候 我們規劃這個原地保留的方式 全部把原地保留下來 那剩下690株裡面呢 其中有19株,我們在調查的時候 有發現它感染了核跟病 那有3株的樹木,它因為風災的關係受損死亡 那其他668株的部分呢,我們 依照我們的樹木保護審議委員會的一個決議 我們就是採原地保留 以場內移植的一個原則來做一個處理 有時候我們全部都把它保留在我們這個基地裡面 不會把它外運 那除了這個以外呢 我們在自己基地裡面 我們還另外規劃的 我們增加植入一個橋木灌木這些植栽 有時候等我們這個基地完成以後 我們全區的一個橋木大約會有1100株 那停車位的部分呢 我們把它分為南北兩個基地 那南基地的部分的話 我們的一個汽車停車位大概是1245席 那北基地的汽車停車位大概是640席 那機車停車位的部分 南基地的話大概是1206席 北基地的話841席 那另外的話我們在南基地這邊 會有20席這個大客車停車位 包含10席是在地面 地面層,10席是在地下層 那我們的停車場出入口總共規劃六處 那分別連接是在我們左右兩邊 東西兩邊的一個福德街84下 以及大道路上面 那北基地這邊我們設置了兩個停車場出入口 南基地這邊我們設置了四個停車場出入口 那分別供不同類型 還有不同用途的一個車輛來做一個使用 那這個是我們目前這個規劃一個行車動線的部分 那請委員做一個參考 那在人行動線的部分 我們是以一個貫穿 連接南北一個 接過一個 一個中央徒步區來做一個主要的主軸 那東西兩項的話 主要的話 則是 藉由那個中間的計畫道路 然後還有我們在 整個自行車的部分的話則是 在我們這個南北基地 都有一個完整連續的環道路徑 那自行車的系統主要是設在這個基地外圓 那避免跟我們的行動線做一個 產生一個交織的一個情況 那污水的部分我們這個地方呢 它屬於一個台北市污水道公告區 所以我們未來會把它納管 那雨水儲油的部分的話 我們在南北基地各設置一個 八百立方公尺一個 雨水儲流槽 那我們雨水回收以後 會作為一個澆灌使用 那在廢棄物的一個部分的話 我們在施工期間 包含一般廢棄物 那還有拆除廢棄物 那拆除的營建廢棄物 它目前我們估算大約是 一萬五千噸左右 那營運期間的話 產生的廢棄物 包含的資源性廢棄物 一般廢棄物 還有身心障礙所產生的一個 醫療廢棄物的部分 那在剩餘資源的部分的話 我們在南基地的部分 南基地的話 我們是採一個逆打工法 那我們開花的時候 產生的一個土方 大約是三十五萬方 那經過計算 然後還有我們這個評估的話 是說我們每個小時的 平均車次大約是十六車次左右 那在北基地的部分的話 我們產生的一個土方 大約是十七萬方 那這部分我們是採用順打工法 那每小時的平均車次大約是十五車次左右 那在運輸路線的部分的話 我們一到五南北 南北兩邊的一個基地 那我們分別規劃了兩個一個 運輸路線 一個是往北 那經過 從基地帶門出來以後 從友吉路 基隆路一段 塔幼路這邊一路上去到國道一號 然後往中南部以及北部地區 北投地區 那第二個動線的話 是從我們基地南邊這邊 那經過新一路 然後從二高這邊 那往其他的一個地方去運送 那回饋的部分的話 我們在健康活力 活力健康區 以及我們老人服務中心 我們都有規劃一些 這個回饋的一個相關的計畫 那包含說 提供民眾使用啊 那還有一些像是 醫療合作的一個部分 這部分都是我們一個回饋的計畫 那在公園的部分的話 我們設置一個像是 腳踏車道啊 運動設施啊 等等 那另外公園地下停車場的部分 我們是全日的停車月 月替的優惠 是比照台北市優惠裡面的辦法 就是所在里設及里民 來想七則優惠 那周邊服務半境內的 是想八則優惠 那我們的一個 一個環境補充調查呢 在99年的時候 依照一個開發行為 環境想評估作業準則的一個規定 來做一個補充調查 那這個是一個補充調查 結果的災藥 那整體來說 我們在環境上面 並沒有太敏感的部分 那在植物的部分的話 我們這邊是有調查到受保護樹 不好意思 這邊應該是十四株 這邊是比物 那在環境影響分析的部分的話 在水文水池的部分的話 我們將我們在基地的部分 分成三個集水分區 那營運期間把它分成三個集水分區 來做一個檢查 那附近的一個雨水的容量 雨水下雨道的香含容量 其實都是足夠 那在空氣品質的部分的話 我們經過檢討 我們在施工期間的話 我們所產生的一個空氣污染物 跟背景合成以後 都可以符合我們空氣品質標準 那氣土車輛的部分的話 我們氣土車輛的一個環境影響 在空氣品質的部分的話 經過模擬以後 我們那個增量跟背景的合成以後 也是可以符合我們的空氣品質標準 可以啊 然後營建噪音的部分 我們營建噪音呢 經過我們評估都可以符合第二類管制區的 營建噪音管制標準 那氣土車輛的一個交通噪音的話 我們北基地的話 北基地來回的話是30車次 南基地來回32車次 那北基地的話會以大道路為主要運輸動線 南基地是以福德街為主要運輸動線 那經過評估以後呢 都可以在我們敏感點 都可以 都可以是這個 可以接受的方法 都是屬於輕微影響的部分 那營建廢棄物跟廢土的這個部分呢 我們這個案子本身產生大概0.95立方的一個營建廢棄物 還有總共合計產生52萬立方的一個廢棄土的部分 那整個汽圖卡車在對交通影響空氣影響 還有噪音震動這些 都是屬於輕微影響或者是無影響的部分 那這部分我們 另外在結封場的部分 我們也委託了淡江大學風工程實驗室 來做一個風洞試驗 那評估試驗的結果的話 我們在我們旅館的西南邊 這個部分會有一個風速偏大的一個情況 所以我們在這個部分 我們做一個加強植栽的一個部分 來改善我們這個墻風的影響 那基地外的部分的話 我們這個行人風場的舒適度 並沒有受到我們這個興建大樓一個影響 那在生態的部分的話 我們主要是包含著我們在施工期間的話 會有一些樹木會需要進行移植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在建立保留植株的部分 我們受保護樹木 我們當時已經做了一個保護為一 那在甲植栽的部分的話 就是未來移植的部分 一個甲植栽的部分 我們這邊是承諾是不濕藥跟噴藥 那在營運期間的部分的話 我們因為我們限定保留 還有我們移植的一個樹木 那主要位在我們一個 我們的綠帶的部分 所以本身影響是不太大的 那動物的部分的話 因為我們開發完成以後 也會吸引這個 一些動物在 在那個 我們可能對一個 耐干擾一個動物 會有一個自然環境遷入 做到自然環境遷入的一個情況 所以這部分影響也不是很大 那在景觀的部分的話 我們是因為我們這個案子 本身位在象山的南端 那我們在規劃設計的時候 本身已經把我們這個 跟周遭的景觀融入 來做一個考量 那同時呢 因為這個案子 本身在開發之前 本身是一個 已經荒廢的一個土地 那有點接近廢墟的一個狀況 那在開發以後呢 這個地形地貌 重新做一個規劃以後 會變比目前的狀況還要還要好 那在交通的部分的話 我們使用期間 主要的交通影響就是 我們的一個 北基地15車次 跟南基地15車次 16車次的一個 切圖車輛 那這部分的話 對於交通影響都很輕微 可以維持現況的服務水準 那營運期間的部分的話 我們 除了局部路口 跟局部路段 它的服務水準會下降一起以外 其他部分呢 有的服務水準都是維持不變 那在這部分的話 我們在交通部分 我們也設置了一些 相關的減輕對測 那包含說 我們設置一個指引的圖面 然後指派交通的遠等等 來作為一個 那個 我們一個 檢清對測 那同時的話 我們這個案子的南邊 就是我們的捷運站 那我們也會提供我們 大眾去做一個服務資訊 等等 那這個部分的話 是我們所 有研理出來的環境監測計畫 那這部分也請委員多一個參考 那在前一次審查的時候 有提到一些審查意見 那這邊我們來做一個說明 包含地下開挖一個安全的部分 那前次在委員審查的時候 有提到是說 我們一個基礎呈現量 支撐系統的這些檢討的部分 那經過檢討的話 我們一個呈現量的話 大概是 都是可以屬於忽略的部分 那支撐系統的話 我們南基利是採逆打工法 那會用那個永久的地下樓板 作為支撐 那北基利的話 是採逆打工法 會用臨時鋼管做支撐的方式 還有施加預力的方式 來做一個支撐系統 那檔普牆的一個測行變位的部分的話 大概都在 4加點1或是7加點1公分左右 那呈現的部分的話 也都是在3到4公分左右 那在防災計畫的部分的話 在我們這個基地的地下一層 在南基地北基地 我們分別設置 設置一個防災中心 那另外我們在各個建物的外牆 的部分 我們有設置一個消防車的一個消防救災的空間 那我們本身自己基地裡面的話 還有一個福德派出所 在我們的基地的西南角的部分 那基地的福建的話 還有兩個派出所一個醫院 那在濾化的部分的話 我們屋裡層是採用一個薄層濾化 或是浮層濾化的方式 那另外我們是利用建築物的一個陽台或露台空間 來做一個植在地備的一個種植 那在生態堂道的部分 我們是以地面環境的營造為主 那屋點的濾化來做一個輔助 那我們地面層的話 會有一個大量 以及多量的一個 僑木的植栽的部分 那總共大約一千一百株 來做一個綠狼的基地 那計畫去檸檬火牆一個複層的植栽 那來增加我們 跟周遭一個動物的一個連結 那我們基地裡面的公園裡面 有設置了一個水池 來營造一個自然一個草波 草波池岸的一個狀況 好 那如果我剛剛所述的那個 我們因為我們基地 南邊就是一個捷運站 所以我們會有一個 鼓勵使用大眾運輸的計畫 那包含提供了我們 周邊的一個大眾運輸服務的資訊 好 那我們社區配合宣導 還有建議新增捷運建博公車路線 以及我們提供一個 相對應的一個轉乘空間 一個舒適的一個轉乘空間等等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簡報 謝謝各位 OK 感謝 那因為他們講報 因為有六位民眾有登記 要包含團體 要來發言 那我們現在就主委 請他們進來 他們進來之前 這邊跟卡丹的報告一下 你那個2.15 那個 書邊意見的部分 是台北市政府交通局 不是環保局 在25月的部分 那另外36位的部分是2.17 是台北市政府社會局 不是台北市政府 你這個要更正一下 是台北市政府 這菜市政府 是台北市政府 為什麼要盛工 你會做亮 沒有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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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东西没有去做这件事情 所以這個設計其實是違反了民意 謝謝